在本周五下午呢 南京市轨道交通管理条例的草案的立法听证会举行了 其中啊有两项规定是引发了广泛的关注 第一项是什么呢 禁止自行车包括折叠自行车上地铁 第二禁止在地铁或者说车厢之内饮食 那么我们的听证代表对这两项规定都有哪些看法呢 有希是南京的一名私营业主 他听说南京打算禁止折叠自行车上地铁 立即报名参加了本次的立法听证会 并且特意骑着折叠车到达会场 南一大经报旋软站上车之后 把我的自行车带上地铁折叠起来放在座的下面 之后在珠江路站下车骑车过来 那么从珠江路站起到这个金阳河也就是不到十分钟 地铁加折叠车的组合啊确实方便 但南京地铁公司表示随着客楼的增加 折叠自行车已经不适合拥挤的地铁了 南京地铁集团还播放了一段录像 录像显示大部分携带折叠自行车的乘客都不主动折叠 容易痛伤他人及自己 在立法听证会上 一共11位听证参加人中有7位要求全面进车 不过也有代表建议 车厢不拥挤的时候应可以携带折叠车上车 除了进折叠车外 南京地铁还打算效仿外地地铁的做法全面进食 如果规定通过 最高可以对吃东西的乘客处罚200块钱 南京铁道职业技术学院的老师在立法听证会上表示 乘地铁时吃东西除了影响其他乘客外 食物残渣也会影响行车安全 这两项规定 禁止折叠自行车和禁止地铁内饮食 就你个人而言你是否贪通 说不许折叠自行车上地铁 我肯定是不贪通的 我们政府发展公共交通的目的是什么 就是为了减少交通拥堵 大家别都开着车 现在南京市的地铁的发展又没有那么好 比如说我到了那一个地方 然后我还要走两公里去上班 这显然很不方便 有一个折叠自行车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但是当然有群众提出意见 这也非常正常 但其实很好解决 第一 比如说你规定 我们过去一直都有 就是说你假如说我们是坐火车过来 下着带着一个大包 你带着大包挤地铁怎么办 你的大包超过零点多少平方米 给你多买一张票 如果你再大多买两张票 这能够相当程度上解决 总之就是这个政策的制定部门 要提供一个平台 让不同的这个消费群体 大家能够得到一种博弈下 大家都感觉到比较满意 这个社会就和谐了 其实我们现在地铁是允许带入的 但是他有一条这样的规定 就是说明文规定 折叠自行车未经折叠 不允许带入车厢 但关键是什么呢 他们做了一个统计 说折叠的只有百分之四点几 大部分人是不折叠 最后他说我管不了 因为我要管这个现象 我可能要增加大量的人力和成本 所以干脆我把它给禁了 就解决了 这个理由完全不沉迷 因为你既然没有成本 去盯人家 有没有折叠 你当然也没有成本 去盯人家 有没有带进来 那么第二个 饮食呢 我自己也觉得 在地铁里吃东西 是很不雅观的 尽管我们也知道 有的上班族有时候很着急 早晨赶快整个煎饼果子 带上火车 呱呱在那吃 我觉得可不可以 除了法律以外 我们从宣讲的角度 先有一段时间充分的加强宣讲 有一个缓冲期 比如说 我们讲说 假如说你从来都过去没有这个政策 大家有这个习惯 你突然逮到一个人 说你随地团两万 发两万 你把这肯定觉得不公平 我原来不知道 我成习惯了 对吧 你先得一风一俗 先得倡导一段时间 然后倡导一段时间 比如说大家一块 你那么吃东西在公共场合 亦是不礼貌 不雅观 大家至少知道 比如说 你这种渣子 薛薛很多的 比如说 面包 煎饼果子 你别在车上啃了 对吧 但是你特殊的情况 你这糖尿病的同志 老应有 你这个小孩要上车 闹了吃奶 对吧 我觉得这种是可以 人性化的通融的 可能我们在制定这样的 相关的规定和政策的时候 当然我们有了立法听证会了 但是能不能进一步的 再进一步的去扩大 我们公众参与讨论的范围 尽可能的收集意见 同时呢 尽量的不要说 减低管理成本 这样的话 就有一个懒政的嫌疑 在这样的系统之上 让大多数人满意 这才是我们公共政策 所要追求的